手眼通天 家财万贯 在众人眼里 他是个能人 我问你这准哪儿吗 他说准哪儿 这也是好局长 这个人称好局长的男子 究竟是什么身份 挺像个嘎目似的 说也是这个 也是那个的 我像一个他有这个能力 脸才百万 却又声称挥霍一空 他究竟编造了多少谎言 本期平安365即将播出 2016年1月22日 在辽宁省安山市公安局铁锡分局 南华派出所的接待市里 一名姓赵的女士 有些愤怒地向民警李广 讲述自己不幸的遭遇 她声称要检举一名官员的不法行为 他说别的女儿找工作 被一个信号的一个办理工作的人给骗了 赵女士向民警讲述了自己被骗的整个过程 起初 赵女士并不认识她口中所称的好局长 有关好局长的相关信息 都是从邻居杨红那里听到的 原来赵女士的女儿刚刚毕业 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 邻居杨红便极力向赵女士 推荐了这位手眼通天 家财万贯的好局长 说她能帮孩子找到银行的正式工作 就这样赵女士一家 在邻居杨红家的良店内 把七万元钱交给了初次见面的好局长 赵女士的女儿用手机拍摄下了 当时现金交易的整个过程 画面中 这个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 便是人称银监局局长的好庆 身穿粉红色上衣的女子 就是中间人杨红 赵女士将七万元现金给好庆红 好庆给了赵女士这样一张收条 上面除了有好庆的身份证号和电话外 还写道 经收到赵女士给女儿办工作款 人民币七万元整 在合同签约日再付七万元整 等相关信息 现役人当时答应她说是在两个月之内 肯定给你孩子的工作能办成 被害人和她电话联系 就是每次问她 现役人就说是过多时间过多时间 我还能等多长时间 最晚不能超过十余月份 就又等两月吗 就这样 赵女士一等再等 又等了两三个月 中间催促了好庆多次 但都被她以各种理由搪塞了 在这期间 赵女士偶然听说一个消息 而这个消息犹如晴空霹雳 让赵女士顿感不妙 我说姐夫那时候我也听过别人打我说工厂银行属实造一批银儿 但是我把事儿了 头十余月份就把事儿了 赵女士怀着忐忑的心再次给好庆打电话 询问女儿工作办理的情况 可是好庆的电话不是说几句便挂掉 就是无人接听啊 告诉协议长 就是这个派出所在这个传话让她过来 在赵女士报案后的第二天 一名男子来到派出所 而她并不是民警传唤的好庆 而是另外一位姓张的报案者 她报案的内容竟同赵女士如出一辙 她本身是在银行工作 工作二十多年 她也知道要上银行上班的话 需要经过考试面试 而且说这个东西很不好办 她以为那个郝某有能力办这件事情 听完张先生的讲述后 民警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可是就在这时 令民警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人称郝局长的郝庆 主动来到派出所 投案自首 郝庆对赵女士和张先生的指控 共认不讳 并向民警坦白道出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 犯罪协议长 以前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刚刚退休 原来这个人称郝局长的郝庆 根本不是什么局长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 而且他跟妻子离异多年 孩子被妻子抚养 退休后他每天只是吃喝玩乐 郝庆声称自己是局长 可以替人办工作 可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编织的一个骗局 多名被害人接连报案 连缓诈骗案浮出水面 诈骗金额高达153万元 巨额赃款竟然不翼而飞 平安365正在播出 民警依法将郝庆刑事拘留送到了看守所 本以为案情已经水落石出 可是就在郝庆被拘留的第二天 又一件令民警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陆续的又来了五六个被癌 都说是让他给骗了 没感觉到能随到案件里严重这么多 随到金额这么大 无一例外 这些报案者都是来打探郝庆的情况的 听说郝庆可能涉嫌诈骗 他们都觉得十分气愤 刚开始打电话还痛 后来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每天就吹他 吹他以后他找各种理由就推着我 后来干脆你电话都不接了 就这样我脚决不对了 如此多的被害人 这让民警们有些始料不及 因为之前对郝庆进行审问的时候 他竟然隐瞒了部分事实 他说这又是个两三个 但是他没说那么多 随着报案人数越来越多 郝庆涉嫌诈骗的款项也越来越大 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骗12万的 15万的 最多金额有20万的 我一看这个金额就将近快达到100多万 后来我就再一次到那个看守所了 提醒了犯罪嫌疑人 一笔一笔地和他把这个情况都合适对 他都承认 我问你 从包括之前到现在这些人 你扮成过一个没 没 后来就没敢办 后来就 没 没 你敢不敢 你能不能扮成 怎么说呢 要是真扮也能扮成 那会不敢扮的 这就不敢吹了 那没 扮不成 你找谁扮 你告诉你找谁扮 扮不成 没 没找 后来就习惯了 骗了这么多的被害人 这不禁让民警感到疑惑 嫌疑人好庆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让被害者们对他深信不疑呢 接触两回好局长一起吃过饭 晚上瞅着挺像个尬部似的 晚上挺有能力 晚上说夜是这个 夜是那个的 晚上出手还挺大方的 吃完饭就帮着买蛋 哪个唱歌啥的 这个饭店吃完事的 得换另一个饭店 就是承设这么过日 因为我向心他呀 他有这个能力 每日他都拿钱 有时候他要一些罚票 所以他能回去包销 这更加要我向心 他是个局长呢 令人称奇的是 这个退了休的老单身汉 在包装自己方面 做的是煞费苦心 首先他建立了一个 庞大的社交朋友圈 并将上面有人挂在嘴边 宣扬自己有能力 帮人办理银行的工作 好庆在接触被害人的时候 往往会和他的朋友们 一起就餐 这些朋友都会称他为好局 这让被害人误以为 好庆果真是有背景 有能力的局长 最后 好庆拿出杀手锏 结账买单 这一招 不仅让被害人 彻底消除了疑惑 甚至认为 好庆不仅有能力 还是个讲究人 如此包装 几乎让被害人 对好庆深信不疑 而好庆不仅会包装 更有手段 那就是不断发展中间人 让警方颇感意外的是 这些中间人 很难判定 就是好庆的同伙 因为这些中间人 多数也是被害者 就是没交钱 我帮你办工作 但是你帮我介绍 介绍其他的被害人 有一次交钱 别人正常交7万 他可以少交点 交3万5万 记者试图联系 为赵女士 介绍好庆的中间人杨红 可他却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声称自己的女儿 现在非常的极端 被好庆忽悠的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不仅自家被好庆骗了不少钱 还担保了赵女士的款项 7万元钱 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过对多名中间人 及被害人的询问 民警惊奇地发现 好庆在行骗过程中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看人下菜碟 感觉到你这个比较挺有钱的 他和你提出这个价门了 就比较高 打工的工序阶层 他和你要的价门就低 好庆向被害人所要的好处费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而是能骗多少是多少 当时我想要起碗的时候 我跟孩子开热会 我刚跟孩子买了20万 他趴下就价钱了 这好庆上说呀 15万就能给你搬到银行 万一说行啊 15万就15万嘛 20万咱也得拿呀 他说20来万 就这样你 我凑个一天购物啊 我上我妹妹家 我妹妹说20万就20万嘛 刚刚你要扣30万 我说我老好 这事你40万不安成 你先拿20万 就40万不安成 这钱肯定差不了你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 一一调查取证 确定嫌疑人好庆 涉嫌诈骗的金额 已达到153万元 被害者有13位之多 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笔巨款竟然不翼而飞了 购买彩票 参与赌博 百万赃款 去向成迷 面对此类诈骗 我们该如何识破与防范 平安365正在播出 走了有七八家的银行 去调取的证据 就是看看他那个 这么大的金额 这个钱的去向哪去了 结果一天的走 走以后来一看 那个他的那个金额也没有 每个卡里边呢 也就是有个十块八块的 150多万的巨款 在郝庆的银行账户上 查询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民警怀疑 会不会是被害人 多是拿现金交易 而郝庆并没有将钱款 存入银行呢 民警依法搜查了郝庆的家里 可是在郝庆的家里 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再三询问好庆 赃款的去向 民警得到了一个 匪夷所思的答案 你得打啥票 赌啊 喝酒 对不对 吃个饭也说 你有这些花销吧 你给你儿子吗 我这跟我俩不来吧 你偏照一千 一百年不给你儿子花吧 我这电号都不漏 去犯罪宣言交代 诈骗的金额达到一百多万 然后他的钱都花在财票站 还有麻将馆赌博书的 大产品得咱们得一朵 这一百来万 这些年 麻将馆的大吗 不大 也不是很大 就是四百一锅五百一锅的 那个要是晚上天天打 一个月没有十万毛 也下不来 为了确认好庆所说情况的真伪 民警将他从看守所里带了出来 去彩票站 进行指认 大亿那边的吗 大亿那边一买 他深度好几千块钱 有没有这事 没有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你好 老板那家 他说经常说你家来买的 他得记错了 肯定不是在这儿 他说一买 买三千两千 那我更能记住 那就算打大片 对 他根本能瞎说 那么就不难 案情再次出现了反转 这让民警顿感意外 到底好庆的证词中 有多少虚假成分呢 他肯定是前去没少数打麻将 他玩挺大 我一个玩五毛的 玩一块 现在我这儿打两块五退休 他一个打两块的 一个老玩 吃没少数钱 这一百五十多万元 真的全部被好庆 回货掉了吗 这笔巨款 到底流向何方了呢 目前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2016年1月23日 犯罪嫌疑人郝庆 因涉嫌诈骗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于2016年2月26日 被辽宁省安山市铁西区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通过这一案例 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 刑骗者正是利用被害者 想走后门 被孩子找工作的心理 实施诈骗的 而爱子心切 又想投机取巧的心理 却成了受骗的祸首 比如说15万 20万30万 也能找个稳定工作人员 咱也应来 咱活着不就为了孩子吗 正是家长们的这个心理 才让犯罪嫌疑人 有了可乘之机 经过对银行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解 银行的工作人员的程序 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找人花点钱简单就办了 而且是经过多次的考试 培训 面试 最后才能录入到正式的银行工作人员 生活中 花钱找工作被骗的案例 时有发生 冒充认识国家领导人 企业高管 或称可以运用人脉资源 为委托人解决工作问题的诈骗 更是这类诈骗中最常用的手段 在此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找工作 一定要走正规渠道 切勿投机取巧 而一旦发现被骗 应立即选择报警 眼前这惊险的一幕 发生在广西桂林市西山公园 2016年8月29日上午9点 桂林市公安消防支队接到报警 一名男子在西山公园攀岩时 不慎跌落悬崖 导致腿部骨折 救援队员到达现场后 先将男子抬到担架上 并进行固定 采用绳索将男子成功牵引到 安全地带 经过近20分钟的努力 被困的男子成功脱困 在此平安365提醒各位游客 在外出游玩登山时 不要穿越安全区域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